報應會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刪讀 請問 院會有意 好 有意 我們就進行表決 針對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刪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請兰佩暑 策影 我但是 Beloved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宣读惊动二读之条文 第24条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 其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 依下列标准加给 一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 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 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三分之二以上 三一第32条第四项规定 延长工作时间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 雇主使劳工于第36条锁定休息日工作 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 其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 令再加给一有三分之一以上 工作二小时后 再继续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 令再加给一有三分之二以上 第32条雇主有使劳工 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雇主经工会同意 如失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会议同意后 得将工作时间延长之 前向雇主延长劳工之工作时间 连同正常工作时间一日不得超过12小时 延长之工作时间一个月不得超过46小时 但雇主经工会同意 如失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会议同意后 延长之工作时间一个月不得超过54小时 每三个月不得超过138小时 雇主雇佣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 依前向但书规定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 应报当地主管机关被查 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 雇主有使劳工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得将工作时间延长之 但应于延长开始后24小时内通知工会 无工会组织者 在坑内工作之劳工 前向所定之情形者不在此线 第32条之一 雇主依第32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 使劳工延长工作时间 或使劳工于第36条锁定休息日工作后 依劳工医院选择补休 并经雇主同意者 应依劳工工作之时数计算补休时数 前向之补休 其补休期限由劳雇双方协商 补休期限借其或契约终止为补休之时数 应依延长工作时间 工作当日之工资计算 为发给工资者 依违反第24条规定论处 第34条 劳工工作彩轮班之者 其工作班次每周更换一次 但经劳工同意者不在此线 依前向更换班次时 至少应有连续11小时之休息时间 但应工作特性或特殊原因 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商请中央主管机关公告者 得变更休息时间不少于连续8小时 雇主依前向 但说规定变更休息时间者 应经工会同意 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 经劳资会议同意后 使得为之 雇主雇用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者 应报当地主管机关被查 第三十六条 劳工每七日中应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为立假 一日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 一一第三十条 第二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 至少应有一日之立假 每二周内之立假 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四日 二一第三十条 第三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 至少应有一日之立假 每八周之立假 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十六日 三一 第三十条 之一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二周内 至少应有二日之立假 每四周内之立假 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八日 雇主使劳工 于休息日工作之时间 进入第三十二条第二项 锁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 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 雇主由使劳工 于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 其工作时数 不受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 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制官同意 且经中央主管制官指定之行业 雇主得将第一项第二项第一款 及第二款锁定之立假 于每七日之周期内调整之 前项锁定立假之调整 应经工会同意 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 经劳资会议同意后 使得为之 雇主雇用劳工人数 在三十人以上者 应报当地主管机关被查 第三十七条 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 节日劳动节 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 应放假日均应休假 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 修正至前项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同意雇主或失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七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 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以他方写上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 第一项锁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缺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年度终结 未休之日数 经劳雇商方协商 第延至次亿年度实施者 于次亿年度终结或 契约终止 仍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力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第86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华民国89年6月28日 修正公布之第30条 第一项及第二项 自90年1月1日施行 104年2月4日 修正公布之第28条 第一项 自公布后8个月施行 104年6月3日 修正公布之条文 自105年1月1日施行 105年12月21日 修正公布之第34条 第二项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第37条 集体38条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本法中华民国107年1月10日 修正之条文 自107年3月1日施行 宣读完毕 报告院会 三读条文 与宣读完毕 请问 院会有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报告院会 现在有民进党党团 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十一条规定 提请将全案互表决 现在进行全案之表决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十分之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64人 赞成64人 反对林人 弃权林人 赞成者多数 全案表决通过 做以下决议 劳动基准法 征定第32条之一条文 并将第24条 第32条 第34条 第36条 至第38条 及第86条 条文修正通过 报告院会 丙院委员 柯建民等人 针对本次会议 三读之劳动基准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提出复议 并请院会随即表决处理 报告院会 现在来进行处理 本件复议案 进行表决 针对委员 柯建民等人 手提复议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 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決結果 出席67人 贊成0人 反對64人 去全3人 贊成者少數 決議委員柯建民等人 首題呼籲案不通過 發言會繼續處理 附帶決議共五項 首先 處理委員李彥秀等 首題附帶決議共四項 請議事人員 宣讀第一項 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第一項 有見我國勞檢覆蓋率 單年度僅5% 公會組織率僅7% 但這次方塊七休一 增加公使銀行 縮短輪班間隔等規定 都是將決定權交由公會或勞資協商決定 在內部不對等外部不集合的狀況下 將提高勞工過勞風險 行政院應於今年內落實蔡英文總統證件 完成行政院版公會法修法版本 具體放關公會組織門檻 勞動部並應具體提出輔導成立公會之具體政策手段 維護勞工權益 宣讀完畢 請問 院會對附帶決議第一項 有異議 有異議 做以下決議 不予處理 請議事人員 宣讀第二項 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第二項 有見我國過勞情形嚴重 本次修法鬆綁期修一 縮短輪班間隔 增加公時銀行 提高單月加班上限等規定 恐增加勞工過勞風險 勞動部應於三個月內 配合勞機法修正 修改過勞認定參考指引 並且密切觀察勞工過勞情形 每季提出勞工過勞報告 送立法院備查 宣讀完畢 請問 院會針對附帶決議第二項 有異議 有異議 我們就不予處理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第三項 附帶決議第三項 有見於去年勞機法修正後 勞工國定假日只剩12天 較臨近日韓的16天來得少 且依照主計總處統計 台灣勞工105年總工時為2034小時 與OECD國家相比 高居工時長度第五名 由勞動部統計 去年勞工平均加班時數為8小時 若要降低工作時數 要從正常工時著手 為避免單獨修訂勞機法放假日規定 影響全國休假日其一 行政院應於本院第九屆第五會期修會前 提出較現況增加三天以上至國定假日法版本 送本院審議 並列為行政院優先法案 以達降低我年總工時 擺脫過勞制導惡民的政策目標 宣讀完畢 請問 院會針對附帶決議第三項 有一 有一 我們就不予處理 現在請議事人員 宣讀第四項 附帶決議第四項 有見我國勞檢覆蓋率 單年度僅5% 工會組織率僅7% 但這次放寬期休一 增加工時銀行 縮短輪班間隔等規定 都是將決定權交由工會或勞資協商決定 在內部不對等外部不集合的狀況下 將提高勞工過勞風險 勞動部應該於一年內落實蔡英文總統政見 將勞檢員人數補足至千人以上 達到國際勞工組織建議勞檢員與勞工數量比例 達到1比1萬至已開發國家標準 維護勞工權益 宣讀完畢 請問 院會針對附帶決議第四項 有一 有一 我們就不予處理 現在請宣讀民進黨黨團首提附帶決議一項 請宣讀 附帶決議一項 為確保勞工加班費權益不應選擇換取補修而有減損 原要求勞動部針對補修期限制規範及如何落實勞檢進行研議 宣讀完畢 請問 院會針對民進黨黨團首提附帶決議一項有意 沒有 無意做以下決定 照案通過 報應會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兩分鐘 首先我們請葉委員宜君 不花園 繼續我們請林委員淑芬 不花園 我們請中委員嘉賓 不花園 我們請林委員淑芬 不花園 我們請陳委員宜傑 陳委員宜傑 陳委員宜傑不在場 我們請鄭委員蘊鵬 不花園 我們請劉委員四方 不花園 我們請周城委員秀俠 周城委員秀俠 周城委員秀俠不在場 報告院會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進步花園 報告院會現在處理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兩件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一件 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7年1月8日 星期一上午實施30分 地點議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1 各黨團同意致詞 因於1月12日 星期五下午午時前提出 針對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審查總報告案之提案 交由財政委員會統一會整 2財政委員會收安後 交由各該委員會會整 相關提案於1月15日 星期一前完成 並由財政委員會提供各黨團 3 請行政部門 於1月17日 星期三前 與各黨團進行 雙向溝通 4 1月18日 星期四起 繼續密集協商 協商順序為先行 討論通案決議 再分別按各委員會 依序進行 並依預算之款項 次序進行 主持人蘇嘉全、蔡其章 協商代表林德福、柯建敏、徐永敏、林維洲、何欣淳、劉兆豪、李鴻鈞、李鴻秀 宣讀完畢 請問 願會對以上 朝委黨團協商結論有意 有意 無意 我們就通過 107年1月8日 朝委黨團協商結論 今決定如下 依各黨團同意 至此應於1月12日 星期五下午5時前 提出針對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案之提案 交由財政委員會統一會整 二 財政委員會收案後交由各該委員會會整相關提案 於1月15日 星期一前完成 並由財政委員會提供各黨團 三 請行政部門於1月17日星期三前與各黨團進行雙向溝通 四 1月18日星期四起 繼續密集協商 協商順序為先討論通案決議 在分別案各委員會依序進行 並依預算之款項 繼續進行 繼續請議事人員宣讀第二件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7年1月8日星期一上午11時 地點議場三樓會議室決定事項 各黨團同意有關立法院院會收案時間及地點議欄表如後付 建議做法予以通過 主持人蘇嘉全 蔡其昌 協商代表徐永明 柯建民 林德福 李鴻鈞 劉兆豪 林維洲 何欣淳 李燕秀 宣讀完畢 請問 第三 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意 五一 我們就通過 107年1月8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今決定如下 依各黨團同意有關立法院院會收案時間及地點議欄表如後付建議做法予以通過 報案院會 本日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1月16日 星期二上午9時 繼續開會 現在休息 五一 你們會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